夏天手机散热有什么有效方法? 那些散热神器真的管用吗? 在回答怎么给手机散热之前, 咱们需要了解手机过热的主要原因是其中的电子元件在操作过程中产生的热力。 当手机的散热管理系统无法彻底排除这些热力时, 就会导致手机过热, 特别是在天气炎热的季节, 手机过热的问题会进一步加重。 了解了热力的来源, 咱们再来了解常见的散热方式。 一是手机内置的散热系统, 二是借助外部散热配件辅助降低热量。 多数现代手机都有内置的散热系统, 通常会在手机开始过热时自动打开, 以减少设备的总体温度。 例如,有些手机会在过热时自动降低屏幕亮度, 或者限制处理器的性能以降低热量产生。 不同手机自带的散热系统效果不一, 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 任何手机都可能产生过热现象, 有时候单靠内部散热系统是不够的。 市面上的外部散热产品可谓五花八门, 粗略划分为主动散热和被动散热两大类。 主动散热产品包括散热风扇、散热背夹等, 像市面上比较多的半导体散热背夹, 主要由外壳、导冷板、半导体制冷片、 铝制散热片、低噪风扇、 开关和电源接口等组成。 它可以吸附在手机背部, 利用半导体技术来吸收手机产生的热量, 并通过风扇将热量散发出去, 从而降低手机温度。 这类产品的优点是, 冷却效果明显, 可以快速降低手机的表面温度和处理器温度, 但缺点也同样明显, 一是添加了额外的携带负担, 二是需要连接电源, 三是会造成一定的噪音。 被动散热主要利用物理散热, 通过特制材料来吸收和扩散手机发出的热量。 常见产品有散热背贴、散热手机壳等。 散热网壳是最近几年逐渐兴起的一种散热方式, 通过特殊材质的网状设计增加空气流通, 帮助手机散热。 一些散热网壳内还嵌入了小型散热片, 以增强散热效果。 优点是可以长时间使用, 提高散热的同时还能保护手机, 且对手机外观和手感影响较小。 但它的散热效果对外部环境的温度较为敏感, 实际效果应环境而异。 总结一下, 如果你经常玩大型游戏, 散热风扇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如果不怎么玩游戏, 散热背贴或散热网壳就足够应对一般的散热需求了, 除了想办法散热。 还要注意合理使用手机, 别在大太阳底下长时间高强度使用, 减少运行的程序。 手机过热了就停下来歇一歇, 这些也是避免手机过热的有效手段。